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由公安 教育 民政交通应急 卫健委等六个省职部门聘级领导带队 对各地开展了民都暗查 据统计 东川安全整治大会战启动以来 全省共排查各类隐患28,599项 整改消耗23,651项 处罚非法违法企业1835户 再来往下看 在全国第33个110宣传日来临之际 省公安厅下发通报 对全省公安机关20个110接触警文明港 予以通报表扬 同时 四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辅警陈雪 通话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民警李明凯等 30名110接警员岗位标兵被通报表扬 日前 国家商务部队全国 219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年的综合发展考核评价出炉 长春经开区最终排名第25位 据了解 此次参与考核的 219家国家经济开发区当中 前30名里 东部沿海地区占据21名 中部4名 西部2名 东北3名 东北地区进入前30名的 哈尔滨经开区和沈阳经开区 都和城区合并 好了 以上就是此时段内容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都市频道官方微信 各种活动 福利不停 欢迎您的参与 荣天下 整点说 十点继续和您相遇 这段说到这儿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爸妈的朋友圈 今天海玲将和您聊一聊 现在网络上流传和转发的消息 到底是真还是假 把时间交给海玲